就是歐美這樣子聯合打壓 中國大陸跟華為 除了在政治上跟經濟上 在爭取國際霸權以外 有沒有百年來根深蒂固 對於中國人或黃總統的歧視 我覺得有 就是我怎麼能讓你爬在我的頭上 我怎麼能讓你比我更好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起碼我自己從歷史上來看 絕對有 對 所以心理因素跟歧視因素 導致它沒有辦法讓中國壯大 尤其它沒有辦法忍受它輸給它 可是它已經輸了 我們不要談政治 我們不要談經濟 我們談實際的數據 在去年2018年的Q2 就是第二季的時候 華為的市佔率已經是全球的第二名 它佔了14.7% 15.8% 已經遠超過Apple只有12點多 而且Apple市佔率正在降 Apple競爭率越來越低了 好 全球前五大手機的市佔率 前五大 三家都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華為 小米跟OPPO 三家 五個裡面三個 這裡面有兩個是我的手機品牌 真的嗎 那您很有眼光 所以這對於歐美這些習慣說 壟斷舊舊經濟來說 都是大陸的品牌 對 它心裡會受不了 它心裡會受不了 坦白說民進黨政府這樣抵制華為 華為真的在乎台灣的市場嗎 它當然不在乎 因為台灣市場在全球裡面 是小之又少 可是問題是華為越壯大 受益者是誰 去看股票就知道了 每次華為的成長又成長了 或是獲利又創新高了 你去看台灣的許多概念股 都跟著創新高 這個從股價的比對 實實在是可以比對出來的 所以今天台灣你到底在 你要選邊站 你為了台灣利益 你不要選錯邊 你選錯邊你是讓所有科技產業 去跟著死啊 跟著你的政治的腳步去死 大陸有一句話 我覺得也要奉勸蔡英文政府啦 不做死就不會死 現在民進黨就是一直自己在做死 做死的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都是自作孽 外面的人都沒有去Push 你要走這條錯誤的選擇 可是你就是認準了一個死胡同 一直把台灣帶向那個死胡同去走 大陸是很希望來幫助我們 很希望把所有好的東西 不管是買台灣的產品也好 或是加強兩岸的交流也好 跟台灣不斷的自己在築牆 他就像川普一樣不斷在竹牆竹竹竹 哪怕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可是倒楣的真的是誰 倒楣的真的是我們 台灣有沒有停滯 有沒有停滯 20歲也感覺不出來 25歲也感覺不出來 可是我們都感覺了出來 20年前雖然這樣洩漏我的年紀 20年前我大學 你不是才28嗎 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就在立法院 我那時候就是 郝文斌委員的助理 他給我的薪水是2萬8 但是我所有同學都叫我說 你不要做啊 這麼低的錢你也做 為什麼 大學剛畢業2萬8 覺得很低 因為那個時候 我同學在另外一個立委的辦公室 他的起薪是3萬5 還有4萬 因為那一年 大家如果還記得 民國87年是台灣景氣很好 股市上萬點 1998年 對 大家每天都到下午 就去吃魚刺漱口的那個時候 所以20年 現在如果大家聽到 大學畢業起薪2萬8 應該是覺得還不錯 高興 高興 可是台灣的物價上漲了多少 房價上漲了多少 所以台灣有沒有停滯 沒有停滯是退後 這樣子的狀況 可是你對照蔡英文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 在華為這件事情 所有的巴著美國 按照美國指令做事的態度 你想想看台灣到底有什麼前途 華為的數據 我們其實跟大家講過 再跟大家報告 華為去年第二季的手機出貨量 是5420萬支 年增率多少 可怕 我跟你講 可怕是年增率 40.9 一年比上一年增加40%以上 然後市占率15.8 第一名 機梯台的設備全球市占率30到35 累計擁有超過2000家的供應商 其中核心的供應商是誰 台積電 大力光 聯發科 南亞 富士康 護士電子 星星 經濟 這都是自己人啊 你是到底要怎麼樣 那如果說華為呢 他也反向來抵制台灣 那怎麼辦 那如果大陸的所有的消費者 大陸的採購者 大陸的股民所有的 也來抵制你台灣 不用多 你台灣如果出口到大陸 就少掉10% 台灣會怎麼樣 其實要從國際的大環境 再看台灣的小局 那這個中間 也可以看出整個脈絡 嚴格來講 其實現在美國跟大陸的 科技戰跟貿易戰 它是有一個背景 叫休息抵德的陷阱 那這個意思是說 大國 現在的大國 跟崛起中的大國 就是美國跟崛起中的中國 它一定會有一戰的一天 只是在那個希臘哲學家 休息抵德的觀念 那是軍事戰爭 但現在因為核武器出來 沒辦法軍事戰爭啊 所以它的那個矛盾衝突越來越大 會往哪邊移動 就往科技戰跟貿易戰移動 那現在很明顯 你看中國大陸 特別在華為一部分的話 它在5G的實力 跟它的所謂的市場的能力 如果你今天在按照市場法則 來去跟它對戰的話 你打不贏華為嘛 所以打不贏華為怎麼樣 就這一次撕開了那個面具 以前美國其實你發現 它都是跟任何國家交往 就說哎呀 我跟你講 我也不會用霸權來欺負你 我們大家比實力嘛 什麼實力 市場實力 你的東西好 當然就你強嘛 我的東西好 你不能擋我啊 那就我強啊 所以市場法則來決定 可是你現在發現 如果按市場法則完了 因為華為的東西就是 稍微大碗嘛 他掌握技術又比你的 那個所謂的 歐美的國家要好的時候 你再用市場法則來去對華為 你擋不住它啦 那怎麼辦 面具一拆就回到什麼 那種帝國主義式的 就是我今天就是你不准賣 就這麼簡單 不但你不准賣給我美國 你不准採用這個5G的 你的華為的那個規範 我告訴你我的盟邦 也通通不准賣 那盟邦你要知道 其他的盟邦 其實在某種程度 他們在跳舞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有現實利益 因為今天中國大陸的貿易 跟各個國家其實是千絲萬縷 糾纏在一起 所以某種程度 美國壓力大 他們那邊放一點 但美國壓力小 他再往中國大陸再靠一點 所以他們在中間跳舞 可是好啦 中間就是有一個小老弟 這小老弟非常的勇猛 美國叫他衝他就衝 美國叫他打他就打 就是柯文哲的講 其實柯文哲有時候講話 真的很直白 他就說 現在兩個大佬在對打 巨人在對打 然後就叫台灣 美國就說台灣 上陣拿匾鑽戳戳他戳他 還要自備匾鑽 對 還要自己買匾鑽 最慘的是這樣 那明明今天我們跟中國大陸的 貿易純度 還有包括說 你今天像華為對台灣的 所謂的設備採購 他跟台灣的所有電子業的 千絲萬女的關係 你今天真的去硬幹 絕對傷的是台灣 對大陸來說 因為他經濟量體 當然他受得了這個傷 可是對台灣來說的話 你看之前華為事件一開始 你會發現所有電子業 就開始哀鴻遍野 為什麼呢 因為直接受創連中 就是你的牽連關係最深的 那台灣就牽連關係最深 可是回頭來講 今天就一個問題 你不但上陣拿匾鑽去跟對方戳 對方打 你要自己買就算了 我要跟問說 那今天到底民進黨 從美國政府那邊 到底得到什麼好處 他是幫我們付的軍公教年薪嗎 勞保要破產 他是要幫我們去墊嗎 他今天到底是買了 台灣多少產品嗎 他給我們多少的貿易的待遇嗎 沒有啊 他今天就是跟你講說 我對你很好 我自己把你當作最重要的盟友 他在一些所謂什麼 台旅法這些法案上 看起來給你的一些面子 可是理直他一樣都沒有給台灣 到目前為止一樣都沒有給台灣呢 那我們現在就要拿著貶鑽上去打嗎 對啊 就像志強講的 我們要變成美國的小弟 自己拿貶鑽 自己去買貶鑽 然後去殺 殺誰 殺中國大陸嗎 那殺我們自己的家人嗎 如果華為跟蘋果 華為跟蘋果哪一個跟台灣比較親 中國大陸跟美國 誰比較像是台灣的家人 美國他直接了當的告訴你說 如果你使用華為的設備 就不要指望我們跟你由所往來 你看看台灣這麼長久以來 對大陸放話 反中 然後要仇中做盡所有 傷盡大陸心的事情 大陸有沒有對台灣反制 沒有 他有沒有抵制你的產品 他有沒有他只是觀光客 大陸的觀光客來了少一點而已 台灣就哇哇叫 有沒有真的不讓人家來 沒有耶 所以台灣現在的40%的出口還是到大陸 大陸只要稍微抵制一點 你看台灣會怎麼樣 你怎麼會對付自己的家人呢 美國強力要求要對華為圍堵 然後現在禁用美國 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加拿大的駐中國的大使已經被迫辭職了嘛 那捷克 日本也禁用華為了 然後抵制的有波蘭遭受美國的壓力 挪威 然後英國也部分的抵制法國 所以他這樣的圍堵會成功嗎 董哥 這圍堵當然不會成功 因為他忽略中國的民族性 那你今天看到其實 美國說穿了整個歐美 他們就是怕中國強大 所以不讓你當老大 那所有人大家聯合起來 就是回復到過去的八國聯金那種思維 最近國際有一件大事啊 委內瑞拉的總統宣佈跟美國斷交 為什麼 因為他是民選 可是美國不承認 美國承認他的議長 這議長叫瓜伊多啊 這議長說 人民選出來美國不承認 然後叫所有的小弟大家要抵制他 所以那些小弟又紛紛冒出來了 現在美國是在跟世界為敵啊 他為什麼不承認 他怎麼可以不承認 他認為這個人不聽他的話 這個人不喜歡美國就不可以 人家合法選出來的不是嗎 沒有 那民主齁 在美國來講那是 那是他用來欺壓別人的 說別人不民主 美國自己是最民主 美國是一個垃圾的下山爛的國家 說得好 他是完全沒有品格到極點 那每天對別人指指點點 哎呀你自由度不夠 啊你是怎麼樣怎麼樣 垃圾就是垃圾 最好滾出台灣 我老實講 但是你今天看他到處囂張 今天對華為這些做法 當然大家剛剛講的就是 認為中國強大了 那今天蔡政魯在怎麼樣 蔡政魯這一做法 其實是很簡單的思維 就是我就是要配合美國 我要激怒中國啊 中國大陸現在我激怒他 對我險情有利 你知道嗎 他達到兩個目的 一個爆美國大腿 作業機投名狀 你看大哥 我扁車買好了 我戳下去了 不管對方也沒東西 我戳你看哦 慢動作表演給你看 第二個是說激怒大陸 對我選情有利 反中 我包覆得你包覆 最好開記者會來罵我 對你不包覆我 我會在加碼你知道嗎 現在這樣是對蔡英文有利 為什麼蔡英文最近的民調升高 因為1月2號習近平主席講的話以後 他採取對抗嘛 那對抗再把你淒解 九二公司就是一國兩制 然後激起很多人就覺得 欸對啊 那他現在的身亡就高了 所以他現在走的是更順利的台獨 用這個方式來對抗中國大陸 對他的險情是有利的 那對台灣當然是不利 但是民進黨是不考慮這個 只要我選贏 台灣有多少犧牲 或未來會怎麼樣 那我是不管了 所以剛剛大家在統計說 為什麼這20年 剛剛游淑會說 從民國87年到現在20年 為什麼 那時候剛好就是李登輝借局用人 然後整個台灣很多東西都改變 這20年來也是我們教改的20年 很多人都受到那一套交易 然後洗腦以後認為 台灣應該是有點獨立傾向的那種 在1996年開始之後到現在 那整個七中國化 從1996年開始 所以台灣這20年來變化太大 那變化對民進黨一直有利 對獨派一直有利 蔡英文當然藏到這個甜頭了 他也是那個時候在幫 李登輝寫兩國論的 所以你把整個歷史的軌跡 看過來的話 現在民進黨巴不得 中國大陸很憤怒 然後對台灣採取一些報復 最好你華為宣布 我不要用台積電的產品 讓台灣人大家更有感 那台灣一些腦殘的人 又一開始 哇 華為 抵制得好 他就不會去想說 我們先抵制人家 所以大陸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你看到所有我們討論這麼多 其實都會掉入民進黨的整個 選舉的這個思維裡面 然後對他們來講他是有利的